不知不觉间,这世界已经变天了。前几天给大家说了,在中国的斡旋之下,沙特和伊朗这一对百年世仇在百年握手言和。双方互设大使馆。并且是沙特国王马上要准备访问伊朗。从公然抛弃美元,再到和伊朗握手言和。沙特的突然倒戈转变,并且力度之大。让美国措手不及。 就在今天又有一个好消息从中东突然传来。在幕后神秘力量的斡旋之下,沙特、也门和胡塞武装做到了一起。双方也要修兵停战了。要知道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,那可是多年的不战不死不休的冤家对头。双方斗了许多年。 2014年,由机队性质的胡塞武装夺取首都萨纳。后又占领也门南部地区,也门政府紧急向沙特求助。 2015年,沙特牵头成立多国联军。对胡塞武装发起军事行动,和胡塞武装展开激战。直到2018年12月,在联合国的多次斡旋之下,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达成协议,同意停火。 但不久双方即互相指责对方破坏停火协议。双方战火又起。胡塞武装是光脚的不怕穿鞋的。在和也门政府激战的同时,直接把矛头瞄准了沙特。多年来胡塞武装不但未能消灭。反而是愈发壮大起来,近年来更是鸟枪换炮。 其用自杀式无人机对沙特本土展开偷袭,并多次对沙特的经济命脉油田发起空袭行动,使得沙特的损失惨重。在沙特和伊朗握手言和之后,另一战场沙特和胡塞武装的这一次惊天握手。这对中东来说又是一个好消息。 没错,也门和胡塞武装这一对不死不休。已经厮杀了多年的冤家对头。也要放下刀枪握手言和了。我们来看一下中东最近的发展巨变。 先是沙特果断卖出去美元化的一步,宣布用人民币结算石油。然后是中国让伊朗和沙特这一对百年,世仇握手言和。然后,沙特促成伊朗和阿联酋等一众小兄弟,一笑敏安仇。 紧随其后,再是策动被美国极力打压的叙利亚,重返中东大家庭。这次又是沙特和胡塞武装与也门政府停火停战。在世界大变局之下,中东的巨变已经超出所有人的预料。曾经相互自相残杀。战火不断的中东火药桶已经开始逐渐降温了。如此大手笔的乾坤大挪移。整个世界都对中国的这个神来之笔赞叹不已。 就连基辛格都不得不感慨中国影响力太大了。我们看到,在当下的中东,只有美国唯一的盟友中东小霸王以色列。还在那打打杀杀,但是已经引发公愤了。 眼看中东局势再生巨变,美国再也坐不住了。直接将核潜艇开到了中东。很明显,中东的局势突变已经让大老美措手不及了。 尤其是看到美国的眼中钉肉中刺。伊朗要和沙特,以及一众盟友来了一个中东大和解。这样下去美国还怎么能够在中东呼风唤雨?怎么样还能够在中东拔水搅混之后,然后火中取利? 所以美国彻底急眼了。并且首次把他的核潜艇开到了中东。很明显,美国就是冲着伊朗来的。妄图再次想要在中东挑起战火。但是此时的美国转回头去,悲哀地发现他的身后,只有以色列一个小兄弟了。 一场乌克兰战争,都已经把美欧拖了个精疲力尽。如果美国再想在中东甚至是台海搞事,只能会让其身边的盟友加速离场。 我们看到,访华结束的马克龙振臂高呼。欧洲不能再做美国的马仔了。可能此时的小马哥,看看中国的蓬勃发展。再看看欧洲跟着美国混的凄惨下场。心里早就已经感慨万千了吧。 所以才会迫不及待地发出欧洲只有脱离美国,才会有出路的声音和呐喊了。其实就在中东大和解之际,美国中情局局长伯恩斯,本周突然秘密访问了沙特。 他向沙特方面表示,美国对沙特在中国斡旋下,同伊朗和叙利亚和解感到措手不及和失望。美帝确实是措手不及的。 因为在沙特伊朗和解的时候,他们从上到下是猛逼状态。白宫和媒体半天都毫无反应。 美帝也确实是失望的。一来他不希望沙伊和解,中东和平。如果整个中东和平了,那他美帝在中东的理由是什么?他还能理直气壮在伊拉克驻军? 在叙利亚偷游割小麦吗?美帝更失望的是,这次中东大和解。是在中国主导和斡旋下完成的。他没有想到,对手居然在他心腹之地。居然拥有了这样的影响力。 这对于他的全球霸权来说,是史无前例的威胁。以至于美帝直到现在,还是猛逼状态。没有找到合适的应对措施。只能偷偷摸摸派中情局局长秘访沙特。试图得到更多的情报。有人说美帝真坦诚,从来不掩饰自己的想法。搞清楚,这是秘访,这种事情被曝光在媒体上面。和美帝坦不坦诚没关系,那是因为他重判亲离。 被人直接把事情捅给了媒体。让他在公众面前大报其仇。让大家知道,美国对和平是失望的。他就希望世界处于混乱、分裂、动荡、仇恨之中。他才能有力所图,为了自身的霸权和利益。他甚至不惜主动制造冲突和战争。这说明中东各国已经看清了美国的真面目。他就是个其丑无比的战争贩子。 帝国的控制力和威慑力已经名存是亡了。帝国的霸权也立一线也岌岌可危。自身通胀居高不下,金融核弹越挫越大。党争内斗已经到了报复清算的地步。 以色列内乱、俄乌冲突让整个欧洲陷入衰退和混乱。美军天兵迟迟不敢下场,叙利亚军事基地被轰炸。 欧佩克石油减产。沙特和东盟正在和中国推动本币结算。连印度都不把美国放在眼里。 这个霸主还能干点什么?美国越扩张得大,力量就越分散。美国就好像一个用双手抱着一大堆鸡蛋的人一样。鸡蛋堆得满满的,可是一栋都动不得。烧一栋鸡蛋就掉下来了。 美国在全世界,许多国家建立的几百个军事基地,都是套在美帝国主义脖子上的脚锁。不是别人而是美国人自己制造这种脚锁,并把它套在自己的脚子上。 而八脚锁的另一端交给了中国人民。阿拉伯各国人民,和全世界一切爱和平,反侵略的人民。美国侵略者在这些地方停留得越久,套在他的头上的脚锁就将越紧。 看看这些跨越时空的伟大预言吧。那位智者是如何在美国最强盛的时候,在帝国主义最嚣张跋扈,看起来不可战胜的时候,一眼看穿了他们的结局。 他说的一点没错,就像迎合帝国中谢顿的心理史学一样。辨证唯物主义,确实是照亮黑暗历史长河的明灯。你看,帝国主义的怀里的鸡蛋,是不是一个个掉落,摔破了。 可笑他们根本不自知,还盯着别人手里的鸡蛋,自己家里早就鸡飞蛋打一片狼藉了。你看,帝国主义脖子上的脚锁是不是越来越紧。 什么北约,美日韩同盟,印太同盟,第一岛链。他往自己脖子上缠了一圈又一圈,紧了又紧。他忘了自己根本没有那么多手去掌控。 这些锁链锁不住世界,只能锁住自己。但他浑然不觉,依然在疯狂造锁链。 导师说得对,他们为了利益,甚至会把脚锁卖给那些即将脚死他们的人。